Cosplay Cosplay在动漫产业快速发展的当前 成为了我们不为喜欢的一种活动 在动漫产业十分发达的气氛下 经常会有许许多多的漫展活动 里面有许多Cosplay技术高超的玩家 他们经常扮演一些人气很高的动漫人物 或者一些性格突出 特点突出的动漫人物 简单的Cosplay 已经不能从他们的眼中 所有一时的出动 什么动漫角色都能驾驭的他们 如今非常动感人物都用在动漫展上 这是何等的视觉感受 接下来 一起来看看 他们是能做到的吧 钢铁侠 喜欢漫威的朋友们 对钢铁侠肯定是再熟悉不过了 尤其是钢铁侠的巨型装甲MK50 可以说是钢铁侠史上最强战甲 不但拥有此前所有战甲流点 他还加入了纳米技术和仿神物性能 能够自动覆盖全身 使战甲自由变换 也应对各种情况 实在是酷炫的不能再炫 名物外的大牛们 这时候已经坐不住了 开始各种DIY钢铁侠的装备 有一位最令人服气 他制作的钢铁侠手臂 不但外观酷炫 并且能让你切身的感受 到推力 像是真的离子推进器一样 这款钢铁侠推进器 是由Van Ballen-Hunson 的COSER发明的 尽管设计周全 但经过几百次试验 拍视效果 还是无法令人满意 因为晴气的燃烧过快 而且他的摄像设备性能 也不过强劲 所以喷射火焰的过程 无法被完美的录制 到视频之中 为此 他在进气中 又混合了一种 燃烧速度比较慢的气体 让火焰喷射的效果 更加理想 今后多次努力 这小火 终于完成这机械手臂的强大力量 此外 他还一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 用3D打印机 制作了可以射出烟雾的手套 及光束 服装的其余部分 由泡沫和树脂支撑 使钢铁侠套装 看起来避震 此外 这件衣服的重量 轻得令人惊讶 整体盔甲 有一个14V锂电池主供电 甚至在电抗器中 还把扩了一个USB充电器 以增加效果 老王觉得这位技术小帅 应该可以获得斯塔克工业 的offer 2D任天堂游戏人物 在一场大型的Course动漫展上 因为不明真相的小火 拍到了这样的一幕 一个模模糊糊的人物 在不停的灵魂晃动 走近一看 竟是一个马赛克 这种Course的服装制作 其实并不难 就是创意比较值钱 都是由一些硬质版组成的服装 而通过表演者的一面身材 就可以表现出会动的马赛克 是不是感觉很稀奇意外呢 其实这Course 带来了2D版 像是画的任天堂角色 他叫Dan Cartel 他是一个混合媒体艺术家 和角色扮演爱好者 他手工绘制一支面板 来模拟一项书画 然后用绳子和脚带 把它们贴在身上 都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 和24小时绘画 他模仿角色在游戏中的动作 也会夹一些自己的小发进去 把这些东西拿到你的过程 进去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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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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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英国作家的民族旨意 书中描写一个天才的青年物理学家 发明了一种隐身素 可以把自己变成隐身人 一个具有这种才能的人 本来可以为人类做许多有意义的事情 可是 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变成隐身人以后 经常社会宣战 梦想的同志人类 成为一个可怕的狂人 和杀人犯 而国外 一位小哥最近对这个角色 进行了cost 可以说 这位小哥的cost技巧 真的是神了 完全看不出这是什么cost出来的 仿佛自身 真的是隐形人 此外 夜影透 这是动漫中的一个隐形女孩 由于看不到样貌 所以大家对于夜影透这个人 都是感觉非常神秘的 那么一个隐形人 肯定是不会有人想到去cosplay她的 毕竟隐形人这个效果 他都是通过后期制作而成的 真正的隐形人 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在某个漫展中 有科兽玩家们 居然成功的把我的英雄学院 中的隐形女孩 夜影透 重现出来 而且完全不靠后期 现场就可以完成 听到这个消息 各大圈里 瞬间炸开了锅 那么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位细心的网友 发现了这个马脚 在这个夜影透的衣服后面 有着一些细小的黑线 原来这个制服 是用铁线支撑起来的 而真正的操作人 居然是有背后的黑人操作的 看到这里 不得不服外国人的脑洞 实在是太厉害了 居然想到这种方法 来实现隐形人的cosplay 大黄蜂 在变形金刚中 大黄蜂是非常受欢迎的角色 假如一天 大黄蜂只能在你面前出现 你会跟他说什么 在一个变形金刚展览中 一架真的会冻的大黄蜂 竟然出现了 它的cos 不仅很好的还原了 大黄蜂金属身躯的质感 与立即散斗的磨损痕迹 还在眼睛和胸口 加上了散散发亮的车灯 显得相当酷炫 更令人惊讶的是 穿了这一身重装夹 他竟然还能勉强地 迈开不止手动 摆出一些简单的造型 也真是相当不容易 其实 这是由外国著名的coser Tom Tepitra所扮演 但为何显得这么高大呢 Tom Tepitra所穿的 并非常见的cosplay服装 原理上更像外骨骼 也是透过人手 控制各种关节活动 再加上卢彩高桥的支架 所以看起来颇为高大 不同之处在于 他更注重装饰 从外观上看 真的跟电影中的大黄蜂非常相似 甚至可让人误会 真是机械人 龟仙人 说到cosplay 七龙族中的角色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cos 悟空 达尔这里 比较帅气的角色 可是这位在漫画早期 最强的地球人 其实也是个很好扮演的角色 他就是悟空的师父 龟仙人 但是在日本一个小哥儿 扮演的龟仙人 却别有特色 引起来大家的热捧 爆炸性的肌肉 简直完美还原了 漫画中 认真起来的龟仙人形象 虽然他的胡植和眉毛 有点水扁 不过看在身材的身上 还是不要太计较 简直就是利与美的完美结合 各种招式 模仿得为俏为妙 那么强壮的龟仙人 倒是第一次 完全一改动漫中 那个赤老头的形象 而是暴气状态 准备要占动了龟仙 原来 这位cosplay是一名健美运动员 难怪有那么爆炸性的肌肉 他的真面目 看起来有一点腼腆的笑容 跟他扮演的龟仙人 很不一样呢 黑魔女 有时候在电影 或是动漫上看到展开的翅膀 都会觉得超梦幻的 这时候 就让人很佩服 有些手工达人 可以用羽毛制作出 看起来超霸气的翅膀 国外一名Trisslana Lekka 的女护士 完美还原的黑魔女 他在网络上爆红 因为他不但DIY出 一双非常霸气的翅膀 而且翅膀还能随他的抑郁展开 瘦起来 他花了超快150小时 打造翅膀的部分 一开始 他们就只是 一对铁丝跟羽毛 除了这个壮观的翅膀外 脸脚 衣服 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制作的 无脸男 说起《神影少女》里面 个人除了白龙以外 很爱的角色 那就是无脸男了 虽然不能说话 但是对待谦询 超级热 以前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无脸男的cosplay 还是很还原的 而最近 美国的无脸男爱好者 也进行了无脸男cos 看见装扮成功那一刻 我真是吓到了 他装扮成无脸男的样子上街 但 这样只要下10岁了 根本已经完全崩坏了吧 相信大家看到 一定是把可爱的无脸男 变成是睡觉时的梦魇了 怪奇物语的魔王 艺术家Karlik 创作了一部恐怖必争的万圣节服装 他在怪奇物语的魔王服装 安装一种机器 让邪恶的恶魔栩栩如生 这种机器可以让他轻轻的打开魔王的嘴巴 你看了 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吗 怪物猎人世界 德国的口式小姐姐卡梅 准备了怪物猎人世界里 灯灭金融装备 期间 不断散除道具的制作进度 影片中可以看到 他以焊铁、研磨工具等 来进行熔灵纹路上的刻画 层次性的喷气上色 多项精细的工程 让成品极其逼真 还原度 更是吓人的程度 在完成了防具套装的部分之后 接下来进行的 便是武器的制作了 他所选择的灭金龙武器中的双刀 爪子的造型 让他比起其他武器 具有更强烈的灭金龙风格 各种玩家们 是不是觉得他很厉害呢 必须好 入住 订阅 是 那 还不能 按摩 是 赶快 照顾 方